Hello大家好,我是YJ 昨天有很多人问我 胖球流怎么对付防子流 怎么对付三个火枪手 怎么对付地狱塔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 怎么对付三个火枪手 就是SHE的这个视频 说一下防子流和地狱塔 防子流的话我觉得也是55开 至少55开 不会有什么太大劣势的 然后地狱塔的话是真的难打 可能可以说是19开 响应非常难地狱塔 我们的克星可以说是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昨天正好碰到了两盘 这个三个火枪手 然后今天早上又碰到一盘 一共是打了三盘 三盘是全都赢了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做两盘 因为今天打的那盘 也是比较碾压的 昨天打的两盘 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有来有回的 先给大家看一盘 这个是托人的 5G是托人 这个是托人家小炮的 就是打一波的阵容 看一下 其实打三个火枪手 还是就是说 关键要懂得去怎么解他 有很多人看到三个火枪手 很头疼 其实 很好解 就是等他过河之后再解 如果对面进攻很强势的话 你可以等那个三个火枪手 锁定了你的塔的目标 再去解他 你可以卖一点塔的血量都可以 然后这边我是过牌 找这个胖球 好 看见对面下了三个火枪手 怎么说呢 看见三个火枪手的第一反应就是 啊 三个火枪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会不会把我给打爆了 但是打着打着呢 就会发现还是比较好打的 这边的话 我先丢了个剑鱼 这个时候 哎呦 很可惜 没有丢到这个小绿皮 就是说打三个火枪手的时候 可以先丢个剑鱼 磨下他的血量 然后丢个苍蝇 这样大家算一下 我还是不亏费的啊 我是用苍蝇加剑鱼 解了他的SHE 加上那个绿皮 还是不亏的 好这边有10费了 我胖球一波进攻 后面跟了个小骷髅 为什么丢小骷髅呢 因为我第一反应还是就是 丢了胖球之后 是没有剑鱼的手上 我赶紧丢个小骷髅 去找那个剑鱼 对面也是没有 没有这个苍蝇 没有带这个苍蝇 这几乎就是破了一个塔了 然后继续防守 好对面是丢了个石头人 加上了一个公主 所以大家看到 丢了石头人之后 基本上就没费了 石头人加三个火枪手 就是SHE这个一套进攻的阵容 需要很高的费用 而我们这套牌呢 讲究的就是一个节奏 基本上是不可能让对面 打出这么一套进攻来的 如果你让对面下了石头人 加三个火枪手 这么一套 一套打出来的话 说明你前夕肯定有很大烈士了 前夕的细节已经 就是说已经有很大的烈士了 好我这边选择了换家 胖球 好这个时候怎么防他呢 大家也是看见 对面下了个小绿皮 远上绿皮 我这个时候是在塔的后面 丢了个火枪手 大家也是可以看见 我用这个塔吸收伤害 用小炮制造输出 勉勉强强的化解了这波攻势 差一点就被他 打到了主机地 刚才这个时候关键点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如果我下苍蝇的话 肯定是被警察就射死了 所以说我当时想的是 利用主机地 顶一下伤害 用小炮在后面制造输出 这个时候注意 如果你小炮放下去的时候 被对面的三个火枪手激火 一下就没了 一下就死了 那你的主机地是毕掉无疑的 这个时候对面也是没有时间 再来阻止一波进攻了 所以说是取得了胜利 大家也是注意 对面的火枪手的等级 也是比我高很多的 看一下第二盘 这盘的对面也是 六级的 六级的这个黑骑士 加上五级的狂暴 两级传奇卡 刚才那盘对面也是两个两级传奇卡 两级传奇卡对我来说压力在哪呢 就是说我的剑雨是八级的 剑雨是八级的 然后对面的公主啊 我是射不死的 所以说压力很大 包括上面这盘黄压具这盘 我的剑雨是连他的苍蝇都射不死的 就是等级差距已经大到这种地步了 我们看一下这盘吧 对面的话等级也是比我们高很多的 这盘的话就是说 一开始我还是劣势的 对面是先丢了一个公主 好对面丢了个飞龙 这个飞龙我觉得丢的还是不是特别特别好 大家只看见我一波胖球进攻过去了 这个时候对面丢出了三个火箱手 这个时候吧 大家可以看见啊 因为我不知道对面有三个火箱手的情况下 被对面阴了一波 对面三个火箱手防了我一波 这个时候我劣势是很大的 好我下了个苍蝇 大家可以看见 苍蝇加小骷髅 顶了一下输出 就解掉了 很轻松的就化解了这个SHE 苍蝇加小骷髅才六费 是吧 所以说防这个SHE还是比较简单的 关键就是不能让SHE的前面有很大的肉盾 组成一波很强有力的进攻 那样的话是比较难防守的 关键就是节奏 让对面的这个SHE放下来之后呢 就没有其他的费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好这边对面又是一个飞龙加公主的这个进攻 看起来对面很喜欢用飞龙加公主这么一个套路 好这个黑旗基本上可以说是送的 好这边丢了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很奇怪的东西就要飞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也是送的 然后我这边取得了飞龙优势 胖球进攻 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看 公主一下就把我们的绿皮给射掉了 这也是等级的差距吧 一般来说公主要射两下 射两下的话呢 我刚才这个绿皮就可以打越来输出 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优势了 对面是下了个大皮卡 对面 对面其实事物在哪呢 刚才对面有送我一个黑旗式 加上一个那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像挖掘机 有点像挖掘机的那个东西 送了我七费 所以说导致我现在直接取得了2比0的这个优势 注意这波 我先丢了个剑鱼 消耗一下对面的血量 好 这波对面是准备丢狂暴了 狂暴丢下来 我这波是很难防了 我这波是比较难防守的 所以说是破了个塔 那么我只要守住 还有10秒钟 我只要守住左边这个塔我就赢了 我先用骑士勾了一下 然后丢了个小炮 大家注意啊 这个小炮我其实丢的不是很好 我基本上是送了小骷髅勾引一下 好的 我这个小骷髅是勾引到了那个大皮卡 所以说最后没有被他砍出来那一道我赢了 其实我那个小炮可以丢在就是我刚才丢骑士的那个位置 还可以让大皮卡再回头 就是再让他往回走一下 这也是就是说细节还不到位吧 好的 今天两盘就到这里吧 这盘的话就是说 今天的话这盘没什么 没什么好看的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就取得了胜利 也是跟刚才两盘差不多 就是说sh这个卡组呢就是说 只要 懂得怎么去防 怎么去防守就ok了 进攻还是老样子 就懂懂得怎么去防他就可以了 好的有机会的话 我给大家再带来这个房子流的视频吧 然后还有那个地狱塔的视频 地狱塔的确是比较难打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没有碰到地狱塔比较少 有碰到两盘都输了 有碰到两盘都输了 这盘有碰到一盘地狱塔 这盘也输了 怎么打地狱塔呢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把他的地狱塔骗出来 然后再进攻 如果对面很聪明的话 那只能用第二个办法 就是说强攻 怎么强攻呢 就是胖子沉底 胖子沉底 等胖子快要走到这个河的时候 在胖子的前面 铺上小骷髅和绿皮 去吸收这个地狱塔的伤害 然后气球跟在后面 这样强攻 当然效果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嘛 好吧 然后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微博 我已经吊爆了 以前有发的视频 也在这个微博里面会有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